我想每一个中国人甚至是每一个华人都知道袁农平是杂交水稻之父吧 当然也有很多人表示不服 我看到的不服的原因只要有三点 第一点是杂交水稻没什么了不起的 早在袁农平之前就有人在搞了 第二点是他只是运气好 偶然间在田间发现了一株雄性不育的水稻 也就是传说中的野败 我的一位大学教专业课的老师也这么说 导致年轻时的我也一度这样的认为 等我自己做了科研之后才体会到科研哪有那么好的运气啊 第三点就是他发明的杂交水稻不好吃 现在早就没人种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来分析一下 关于第一点不服 杂交水稻没什么了不起的 早在袁农平之前就有人在搞了 有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错误的理解了袁农平的杂交水稻 他们以为只要是杂交技术弄出来的水稻都叫杂交水稻 但这其实是错的 杂交技术本身确实是一门狠脑的技术了 你想连孟德尔研究豌豆的时候都在用它了 虽然在袁农平之前就有人把杂交技术用在了杂交水稻上 例如把两种水稻杂交然后筛选出自己想要的品种 但实际上这样弄出来的水稻品种都属于我们平常说的常规道 它们的特点是经过多年的培育和筛选 性状都很稳定了 不会发生性状分离 所以农民可以自己留种 三系杂交水稻 这么叫可能还是不大容易看出它们之间的区别 所以我觉得应该叫它三系杂交水稻 育种法 我之所以这么觉得 是因为它实现了一种新的水稻育种方法 是方法学上的创新 并不是单一的水稻品种上的创新 它之所以叫三系 是因为这套方法当中包含了三种不同的水稻植株的珠系 分别是不育系 保持系和恢复系 技术细节我这里就不赘述了 毕竟这是BBTIME系列 而不是BBScience系列 我想强调的重点是 它是方法学上的创新 而一旦有了方法 其他的研究人员就可以利用这种方法自由地发挥 去开发出各种各样的水稻品种了 关于第二点不符 它只是运气好 偶然间在田间发现了野败 有这一点误解的人 一是不了解发现的过程 二是不了解科研成果的贡献分配 第一 野败并不是袁隆平亲自发现的 袁隆平的贡献是 提出了三系杂交水稻实现的可能 并指明了方向 知道三系杂交水稻育种法 需要寻找到哪一系才能最终获得成功 有了寻找的方向 最终是由农场的技术员带着袁隆平的学生 在田间发现的所需要的野败 这里有人可能又会觉得 那杂交水稻支付的头钱是不是应该给技术员或者是他的学生 这就是不懂科研或者是创新工作的贡献分配了 要知道最大的功劳都属于提出想法制定研究计划指明方向的人 而不是具体操作的人 我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像苹果手机最大的利润归负责设计它的苹果公司 而不是富士康 更不是组装线上的工人 说本来就是技术活你不干有一堆人可以干 但是创造型的工作就不行了 在这里我还想说一点的是 有些牛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可能会说 我能有现在的成就只是我运气好 这就像你们班老考第一的同学说 其实我也没怎么学习 只是运气好一样 人家都是谦虚一下 你不能真信 否则就是认知有问题 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因为有这种认知的问题 才信了老师说的 袁隆平只是运气好 直到我自己开始做科研以后才慢慢明白 哪有什么运气啊 想解决一个问题 只有你脑子里不断地长期地思考它 才会在某一个时刻 当你看到某一个东西 或者是某一篇论文的时候 才会有宁光一现 豁然开朗的感觉 否则即便那个东西就在你眼前 你也会直接忽略它 不过现在想一想 这都是思维方式成长的过程 接着再让我们看一下第三点不服 它的杂交水稻不好吃 现在早就不中了 这个观点就非常的有意思 有一种小孩吵架的感觉 我先举一个例子 现在大家都用智能手机了吧 没有人在用二三十年前的那种大哥大了吧 那大家觉得最开始发明电话和手机的人流不流 贡献大不大 尽管闫龙平他们培育出来的 第一个大面积种植的杂交水稻 南优二号 后来确实因为不抗病被淘汰了 但他领导开发出来的三系杂交水稻育种法 极大的提高了产量 并且他还无偿地分享了他的技术和育种材料 给国内外的同行 在他之后 后面的人才根据他的这套方法和材料 开发出了更多的水稻品种 其实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 要是那个时候如果有专利保护意识的话 最大的种子公司可能就在中国了 OK 常见的三点反对理由说完了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袁农平的贡献够不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尽管他没有获奖 但他先后也获得两个龙学领域的最高奖 沃尔夫龙学奖和世界粮食奖 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获奖理由来判断他的贡献 相关获奖链接我放在视频的下方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我在这里就简单介绍一下他的颁奖词 袁农平研发的新策略显著地提高了水稻的产量 在他的带领下 来自各地的上百位水稻专家 经过十年的合作 让水稻的单产普遍增加了20% 中国的水稻产量增加了50% 而且袁农平进一步利用总监优势 发展了超级杂交 他不仅为中国的粮食供应做出了巨大贡献 也为解决世界饥饿做出了重大贡献 为了帮助提高世界粮食的产量 他以全世界的科学家共享了他的知识 技术和育种材料 那他的贡献究竟够不够获得诺贝尔奖呢 就让我们来内比一下 如果图优的氢薅素从略极手中 挽救了上百万人的生命的话 我觉得袁农平的三系水稻育种法 从饥饿手中挽救的生命不比氢薅素少 那有没有内似领域的和平奖呢 其实是有的 197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就颁给了一位 叫诺曼·布劳格的小麦育种专家 就是因为他提高了小麦的产量 尤其是在亚洲和拉美地区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 袁农平的贡献是够洛贝尔和平奖的 最后我再总结一下 第一 袁农平的杂交水稻并不是大众理解的 简单地将两个水稻品种的杂交 而是一套为了增产 开发出来的三系杂交水稻育种法 第二 他的贡献实际上是一种育种方法学上的创新 或者是策略上的创新 并不是某一个水稻品种上的创新 他不仅提出了解决方法还实现了它 并且以此开发出了第一个广泛种植的水稻品种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打通了整个产业链 第三 他的社会贡献是 他无偿地向世界分享了他的知识 技术和育种材料 为解决中国和世界的饥饿问题 以及粮食供应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尽管现在有了更先进的育种方法 而且老S年事已高 可能早就不在科研一线工作了 或许对有一些新的方法理解不是很深 而且还有一些公司和项目 总喜欢扛着他这面大旗到处跑 也不让老S好好享福 我想作为一名普通大众 我们需要了解 整个杂交水稻的增产工程 不是由他一个人完成的 也有其他人的贡献 但我们既没有必要去神化他 也不应该否定他 他在其中的贡献确实是最大的 就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不管是从技术层面 还是社会层面来看 他都是诺贝尔和平奖籍的人物 好了 今天的BB Time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还有一点收获的话 请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并点赞评论和分享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